而且他們在Balkash這邊比較知名的一道料理 因為是每一個來到摩洛哥的遊客一定會來到的巴奕亞皇宮 在索維拉短暫停留了一個晚上 我們又再開3個小時回到了Malakash 今天就帶大家好好逛逛這四大皇城之一的舊城區吧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吃吃看這個藤雞啊 它有點像那個藤雞就是那個陶罐的樣子 它比較特別,它是用雙耳 而且它是在Balkash這邊比較知名的一道料理 它是要低溫燉一整個晚上 而且是要那種雨火,那個那種灰燼有沒有 低溫慢燉的感覺 嗚,It's good 哇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香料的味道 你光用聞的就有,這應該有薑黃 因為它整道菜就是一個黃色的一個感覺 它是咖哩嗎? 它不是咖哩 我覺得 聞起來 來,我們來請那個Richard示範給我們看 因為他們只吃我手 只吃我手 OK 只吃我手 OK 喔 超級嫩,你知道嗎 非常好 非常好 謝謝,兄弟 感覺用手吃會更好吃 小時候榮媽都叫我說吃飯不要用手 結果來到中東以後,好爽 不過我現在吃飯也都用手 我現在印度也都用手 但是它有點 味道有一點點心 對不對吧 還好 還好嗎? 它其實在這邊都真的糖菊啊 就是一公斤一公斤 看你要一公斤或1.5公斤這樣子 然後1公斤的話是200塊JRAM 600塊台幣而已 三個人吃完美 就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好不好 因為麵包就是他們 俄羅格人的主食啊 飯也覺得好吃嗎 好吃 好吃喔 麻你頭髮實在太帥了 融麻的頭髮 帥爆 夠美了吧 太讚啦 用手吃真的比較好吃 嗯 嗯 好 我們今天就是在馬拉克什的半日遊 你會發現這邊的房子 欸 很特別喔 它是有陽台的 那你會看到其他在馬拉克什 馬迪娜 舊神區這邊 大部分房子沒有陽台 就這一區有為什麼 你油陽台代表這裡是猶太人的區域 其實猶太人在摩洛哥北非這裡也佔了一大部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全部都是猶太人的住家 馬拉克什 馬拉克什其實是我在摩洛哥最喜歡的城市 相比Casablanca的進步和首都Rabad的繁華 馬拉克什是一種復古的感覺 第一站就來到舊城中心的巴西亞皇宮 這邊他那個當時的蘇丹王他只有24個老婆 他這邊有點像太極馬哈里 他就是為了他的老婆所建的 然後這邊有150個房間 每個房間的裝潢設計都不太一樣 OK 那這邊的話門票是70塊 那我們就走吧 巴西亞皇宮建於1860年代 花了整整40年才建造完成 是阿拉維王朝的阿巴艾哈麥德蘇丹的傑作 在當時是整個摩洛哥最豪華的宮殿 而巴西亞在阿拉伯語當中的意思 就是直接出美麗輝煌的意思 所以這裡也被譽為智慧之功 這邊因為是每一個來到摩洛哥的遊客 一定會來到的巴西亞皇宮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天井 天花板超級漂亮 而且全部都是手工繪製而成 那那個顏色全部都天然的 像紅色的話就是藏紅花 那剛剛說綠色的話就是那種 桶 我鏡拍給大家看 這已經超過兩三百年的歷史了 巴西亞皇宮的許多建材都是由國外進口 像是義大利、印度甚至是中國等等 然後有一點我覺得是特別有趣的 就是你來到這個巴西亞皇宮 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每個房間都有那個鏡子 這個鏡子要幹嘛用的 然後剛剛導演跟我說 這個鏡子呢 你看它的大小 跟它的清澈的程度 可以知道這戶人家家裡有沒有有錢 所以我們剛剛移住進來已經經過了三種大大小小的鏡子 但現在開放給遊客參觀的只有部分幾個 這些精心設計過的房間 其實都是蘇丹的妻子所擁有 大小則是根據受寵的程度來設計 但不論哪位妻子 房間內都一定會有像這樣的獨立中庭 像這裡就是我最喜歡 最舒服、綠意盎然的中庭 如果人能夠少一點就更好了 你會發現這個門齁 是一套的 你會發現 它其實是可以做一個 怎麼講 一個是夏天也有 一個是冬天也有 因為冬天摩洛哥這邊很冷 所以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就開小門 夏天都很熱 就開一個大的門 欸這個智慧不錯喔 又是另外第三個房間 你會發現這個房間它的狀況 多了很多的藍色 為什麼呢 因為藍色其實是 某某人他們的代表色 我們的導遊 他的手上就有一個鑽 那個戒指就是一個超大的 是Supphire嗎 我也不確定 是不是藍寶石呢 誰知道 那重點是你會發現 他們會在裝潢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些小橋式藍色 把它融合進去 所以這邊又感到一個 不一樣的感覺 很漂亮 它有各式各樣的 Tiffany綠 藍綠色 還有水藍色 甜藍色那種 這跟闖關遊戲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我們要進入 又是另外一個開放空間 最漂亮 沒有質疑 這邊呢 來跟大家講 你會發現這邊到處都是那個 房間 總共有23個房間 這23個房間就想像一下 是林寶 七卻成群 對 七卻成群 他腦袋有想法 然後呢 下面那句 可以講嗎 可以講 下面沒辦法 蛤 你有 大老婆笑得很開心 肯定有辦法 對 大老婆呢 就是一定要睡在蘇丹王的旁邊 對 因為其實在摩洛閣 甚至在伊珊教他們的傳統裡面 你要娶老婆可以 現在可以娶四個 但是呢 一定要大老婆的同意 他同意你才可以娶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這樣子 所以呢 榮爸 想想就好 不會 我覺得很老年耶 很老年耶 我剛剛想像 我有23個老婆 多少的小孩 對 喔 小孩 他已經沒有記載了 因為太多了 然後這整個巴西亞皇宮 他總共呢 曾經租了超過400人在這邊 所以看這個大廣場 集滿的人這樣子 不錯不錯 但是他這邊的話 房間沒有開放 他是用布把它包起來 好可愛 欸 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傳統的 保留到現在的古蹟呢 都是讓你摸的 他這邊寫 Try to touch 我最喜歡這種 就是盡量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感覺 就是你會發現有些東西 他會叫你說 Do not touch 你就會很想要摸 對不對 那這個盡量摸就 都把它摸一遍 把它加持一下 這些東西呢 就是你在梁柱上面看到的 把它取樣下來 然後讓觀眾體驗一下 當時他們的做工藝那種工藝 你知道嗎 從皇宮的中央天井噴水池庭院穿越 呈現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別有洞天 正所謂深宮庭院應該指的就是這裡吧 那邊應該算是巴西亞皇宮最後一個部分 不過很可惜 那邊應該算是巴西亞皇宮最後一個部分 所以就是巴西亞皇宮的古藍金學校或者是一個清神室 都因為 最近的低震 前幾個月的低震 所以就 沒辦法進去了 那可惜啊 你看 謝謝 接下來的區域呢 都專屬於大老婆 剛剛看他的洗衣房 那這邊就是他的 Living Room 超級大 辛苦了 好的 結束了巴西亞皇宮 現在我們就跟著有帥氣黑人頭的龍媽 要去哪裡呢 好 各位 大家記得我們第一個晚上來到這個 德基瑪的廣場示範嗎 晚上的話就是夜市 但是你有發現現在很多聲音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德基瑪它其實就是 在伊斯蘭文的這個意思裡面呢 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 算是音樂廣場 好 各式各樣的那個 各式各樣的 街頭藝人都會來這邊表演 然後來賺他們的生活費 好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是 最多最多 拍幾百張照片給一個人 就是二十塊 好 好 你看這個聲音非常的熱鬧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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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啦 咖哩雞啦 檸檬魚 這個粉很讚 很棒 龍媽很少買這種香料 減肥茶 但是這個真的很讚 這一包的話是 五十塊 因為現在這十一月的時候呢 是橄欖的季節 然後再加上摩洛克這邊的橄欖 非常的品質好 你看龍媽已經開吃了 真的很好吃 可以試試這個嗎 它是有加香菜的 喔 好好吃喔 很好吃 很讚耶 你看這邊全部都是 一罐一罐的這樣子 我們來看它一罐多少錢 龍媽已經決定要買一罐回去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行李那麼多的原因 每年的十到十二月 是摩洛克採收橄欖的季節 在這裡的每一餐你都會發現 各式各樣不同風味的橄欖 當作前菜作為食用 這裡有個意外的插曲 走著走著 龍爸的鞋突然壞了 這裡剛好老神區就有鞋匠 就花個兩百塊台幣黏一下囉 然後每一區啊在這個祖克都有不一樣的賣的東西 像我們這一區就是它是用棕櫚樹的各式各樣的材料做成的帶子 還蠻好看的 而且它上面都有一些特別的紙這樣子 哇龍媽這個大開殺戒啦 沒有啦 小哥 小哥跟我棒 長的跟你外公很像 真的 所以他講兩百 你有聽到這個嗎 真的啊 等一下會 等一下長的會跟二叔公很像 三幾公 二進 都會慢慢出來 跟外公很像 連外公都搬出來了 那 戴那個眼鏡那個表情 所以我剛看的很感動 怎麼樣都要跟他買一條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而且我們沙架沙的蠻爽的 它這邊是屬於羊毛的區域啦 所以然後龍媽就很喜歡這種圍巾 而且我覺得它是 這種是有點 這個特別的 這個編織的方式 有沒有 顏色又很北非感覺 一條一百塊 就是三百塊台幣而已 還有可以一個包包 這個包包超便宜 一個 這個大小才只要 一百塊台幣有找 讚 謝謝外公 真的 真的 在舊城區隨便亂逛 就會來到了 阿里班約瑟夫神學院 這裡曾經是北非最大的 伊斯蘭教神學院 最早可追溯至14世紀 並於16世紀 撒阿底王朝重建 直到1960年後才正式關閉 現在則作為博物館與古蹟工人參觀 經過回廊來到的中庭 牆面上都是精緻到不行的浮雕 將摩爾式的建築 的裝飾性風格發揮到極致 也反映了摩洛格藝術的輝煌 學院的二樓是當時的神學院學生宿舍 這樣的空間有130個 最多可容納900多人 但都不大 而且沒有窗戶 不難想像當時的學生苦讀古蘭經的辛勞 好啊 在這邊念書真的蠻壓抑的 這已經算蠻大的 我們看 這個房間 可以住四個人 然後它是 上下兩層的 來看一下樓上長什麼樣子 欸 這麼大的空間 睡四個人 還是很小 然後隔壁呢 唉呀 至少這邊有窗 樓下都沒有窗 跟個監獄一樣 這裡 這裡至少亮一點點 而且來雙面開窗 不知道這個雙面開窗 是現在開的還是以前開的 在這邊念書 念十幾年會崩潰 難怪現在都沒有人 要來這個神學院 伊斯蘭學院 這裡是二樓 好 那現在已經來到了快七點 來給大家看一下 熔霸已經快大變臉了 他說你大變臉了啦 對啊 因為走太久了 因為在這個超過一千兩百多條街的 Medina呢我跟你說 太多不同的區域可以逛了 賣皮的啦 賣寶石的 來 秀出你的寶石 來來來 我們的藍寶石 還有呢 買什麼 來秀一下 熔媽真的大開殺戒 剛剛已經有秀了 非常好 脫鞋 這個皮的脫鞋 這雙原本六百塊 熔媽殺一半三百塊 皮質全手工 而且會越穿越慫的這種 所以今天在這個 Marrakesh的行程應該就結束了 但熔爸熔媽他不是一直這樣子 其實我們今天沒有什麼行程 就是只有在走路而已 但是熔爸辛苦了 辛苦了 勉強提出三個字 想像一下你有二十三個老婆 在家等你 快到了快到了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Marrakesh這邊呢 你可以多待幾天 但是因為我們行程總共只有12天 所以在Marrakesh有兩個晚上 如果是我自己來的話 應該會待個五天 每天好好的在這個一千兩百多條 道路的Medina 旧城區好好的逛一下 到時候戰利品應該會過多 那明天呢我們要開始一路 向沙哈拉沙漠的方向走了 所以明天最好會有六個小時的車程 然後後天六個小時 再後天呢就是六個小時 每天六個小時的車程 那我們會住在沙漠兩天 好那我們要回飯店了 飯店在哪邊我完全不知道 裡面那個錯綜複雜 龍媽你還好嗎 很好非常好 為什麼很好 因為有買東西對不對 也不是喔 哇他是說一百多條巷子對不對 一千多條 一千多條 我們才做幾條而已 對啊 對啊 那等一下吃完飯就可以休息了 看著紅塵的夕陽與會 所以龍爸龍媽也走到累了 所以今天的旅程也告一段落啦 喔影片還沒有要結束 還沒有開箱 我們今天在Marakash的住宿 我們住一個晚上 這邊超級棒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陽台 我現在在的位置是陽台 看下去 有沒有看到 寶藍色的游泳池 這個view很讚 然後再來呢就是 我們的房間了 這裡是龍媽的房間 龍爸龍媽的蜜月套房 Ben還有龍龍還有這個耶 唉唷 唉唷 這裡不錯耶 夠大耶 對啊 夠保險箱耶 好我們放在廁所 沒關係 我們就跳過 來 這裡是行李區 好我們的房間也不錯 夠大 廁所非常的乾淨 正結明亮 nice 好啦那我們要好好休息啦 今天辛苦龍爸龍媽了 我們明天見 明天早上八點半就要出門了 所以到沙漠地區 應該也是下午兩三點了 好 敬請期待下一部影片 掰掰 拜拜 拜拜